看看窗外看看窗外 满树的红叶黄叶 大家会问维维在哪里 你以为是在加拿大吗 这可不是 这是在北京驿上西雅图的西雅图 我这是第一次在西雅图 我来之前我觉得西雅图应该是一个非常壮观 非常大的城市 并且我听说西雅图是天天下雨 今天没想到阳光那么灿烂 但是也没想到 虽然阳光灿烂 但是街道上很冷清 西雅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我以为说不清楚 而白美春波生活在这里 它来告诉你 只要是生意 在西雅图开 想不成跨国大生意 不可能 在家里拿木头坐一飞机 波音飞机 在车库里边坐一破电脑 微软 在一仓库里边卖点书 亚马逊 在家里边开一个武馆 李小龙 地下室说一脱口秀 美崔哥你怎么办呢这个 这地儿太旺人了 看吧 西雅图在吹哥的眼里呢是一个做什么 什么都容易成功的城市 而在很多人看到北京遇上西雅图以后呢 觉得西雅图是一个谈恋爱的城市 是一个爱情的城市 他不会带我去旅游 也不会带我去吃法餐 但是呢 他会走几条街 去跟我买豆浆油条 要有豆浆和油条呢 我在想呢 那肯定是离唐人街 或者是离华人的餐馆不远 就好像我们今天来的这家 上海上海 我在想啊 当年买的那个豆浆油条 就是在汤盐的那个上海 新天地里边买的 你看来了 来了这个来了 不管南方还是北方 我们都爱吃油条 对呀 油条我的最爱 非常稀饭 这个油条豆浆呢 就成了我们西雅图的 美丽的爱情的即使 现在呢 十过几千呢 北京遇上西雅图呢 已经有后续了 那么西雅图还合适 我们很多的中国小生 过来生孩子吗 那西雅图还合适 这张美丽的爱情吗 西雅图再也不是 往日的那种 那种繁华 那种喧嚣 那种人来人往 现在就是凋零 凋臂 秋风肃杀 惨不人 萧瑟 没有人气 颓废 颓败 前面可以看到 无家可归的人 在这里 安营扎寨 一看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 他们在西雅图 演绎出来的这个故事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身爱情就是摄制品 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玩意儿 这些天呢 在西雅图 天天参加吹歌的饭局 因为我们当天到的时候 在餐馆里边 为我们接风的 也有在自己的家里 准备烤全羊 喝羊肉汤的 那也有餐馆的老板 自己上场为我们做菜做饭的 来 干杯 干杯 谢谢 欢迎你们到西雅图来吃 这是最正宗的那个 一般国庄 嗯 真的是好温馨啊 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也展开开 那维会在当中呢 发现了一个秘密 就是西雅图 单身的人很多 或者换句话来讲 就是参加吹歌饭局的 单身的挺多的 特别是男的 有钱的男的 单身的很多 人也不太少 这是崔哥的朋友 NBA著名球星 抓姆斯·托纳森 然后NBA退球星 我们做这个吗 这个过程也太高了 我觉得这里有点像小女人的感觉 在西雅图不仅有成功的爱情故事 而更有崔哥在这 他有一套完整的恋男大法 教教你怎么样恋爱 怎么样脱单 静静的私密的分享 恋男的各种套路和迷招 迷不外传 所以这些东西呢 干货里边的干货 全是干货 都轻松 你农完了我也农 这股黄叶最有情 这片黄叶送礼礼 用这片红叶住院委为财色双收 就在这呢 看看窗外的黄叶 想想自己的心事呢 也蛮舒服的 在北京遇上西雅图里边有很多精彩的台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比如汤伟讲 要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 随时迎接从天而降的爱情 但是唯唯可不这样认为了 有些女孩子也太强大了 那么你就不要变强大 就变温柔一点 那当然有些女孩子呢 那就变强大一点吧 Anyway 不管是需要变强大也好 变温柔也好 找准一条合适自己的 路还是方式啊 随时迎接从天而降的爱情 你准备好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